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凡事都爱计较 又有些贪小便宜的心理 自己不肯付出一点 却老想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 让人很是讨厌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面相 看出一个人是大方还是小气呢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那大方的人面相有哪些特征 小气的人又有哪些面相特征了 接下来随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大方人的面相特征 狮子眉 狮子眉指的就是眉毛浓密厚重 眉形又长又宽 这面相的人生性非常豪爽 是个非常大方的一个人 为人从不居小街 他们对自己看不上的东西 即使再好也不会要 狮子眉的人很有上进心 胸襟宽阔慷慨豪迈 他们做事很有坚持力 对朋友非常义气 最面相的人为人义气 对的朋友非常大方 印堂开阔 印堂开阔的人是个很有包容心的一个人 性格非常开朗 为人善良 心胸宽阔 从来都不计较得失 印堂面相就是看一个人的心胸如何的 印堂狭窄的人自私自利 心胸狭窄 而印堂开阔的人则刚好相反 尽管是利益得失 他们也不会斤斤计较 做事有宽容度 朋友或是亲人做错事 也不会有过多的责怪 为人很大方 嘴如牛口 嘴如牛口就是说 这个人的嘴巴很大 嘴巴大的人性格开朗 活泼好动 为人爽朗不计较 做人做事都非常的大方 这面相的人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朋友 永远都是慷慨大方 从不会有什么技巧 嘴巴大的人大方 性格又好 这面相的人 婚姻生活会过得很幸福 家庭美满 但有一点不好的则是 虽然为人大方 但也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及别人利益 以恐朝天 在面相中彼此为财博公 是看一个人的财运的 通过一个人的鼻孔 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大方 对金钱是豪爽还是小气 鼻孔朝天 鼻翼扩大的人 这面相的人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他们只要口袋钱包里有钱 就会叫上朋友出去吃喝玩乐 为人很大方 性格又很随和 但这种面相的人出手太过于大方 使得自己很难存住钱 额头宽大 一个人额头宽大 这个人的思维以及心胸也是宽阔的 额头宽大的人做事从不拘小节 而额头低窄的人 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会斤斤计较 额头宽大的人则不会很在意 心胸很开阔 额头宽大的人智商很高 为人很聪明 对待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大方 朋友有难他们定会出手相助 对待朋友家人从不会吝啬 是个很大方的人 小气人的面相特征 吹火口 吹火口即是双唇前踹 并且嘴巴的四周还有很多喜闻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说话作诗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长有吹火口的话 这种人一般话比较多 而且喜欢争强好胜 从来不会在言语上吃亏 对待金钱方面也非常的自私和抠门 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气 一生财运不丰 即使能攒一些钱财 平时也舍不得花 日子过得较为清贫 鼻梁如刀 鼻尖如锥 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 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长得尖销如刀销 且鼻头尖细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情方面 比较的尖酸刻薄 凡事只顾自己 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 而且私心极重 喜欢挑别人的过错 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冷淡 与他人的关系比较疏远 也难有真正知心的朋友 婚姻不好 男人有此鼻财运差 女人有此鼻 夫运差 鼻孔窄小 鼻孔代表着一个人的钱财 尽出能力 和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鼻孔窄小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内敛 做事总是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 缺乏魄力和决断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展示给外人 对待身边的人也非常的抠门 总是喜欢与他人计较个不停 印堂窄小 印堂位于两枚之间 也称命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度量和心胸 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部位 长得较为狭窄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胸 非常的狭窄 什么事都要放在心上 整天脑子里乱七八糟 喜欢胡思乱想 而且特别爱计较 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计较个不停 而且从来不会反省自身 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非常的不合群 斗鸡眼 所谓斗鸡眼指的是 双眼的黑色铜人靠近眼角 长有斗鸡眼的人 一般叛逆心比较重 而且心肠很辣 做事喜欢单打独斗 不喜欢与人合作 而且叛逆心极重 处处都喜欢与他人对着来 不懂得退让 做事喜欢 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而且性格非常的偏执 脾气也非常的暴躁 特别的容易激动 总是与人争斗个不停 鹰勾鼻子 鹰勾鼻指的是 鼻尖尖细下弯 如鹰晦一般 长有此相的人 大多内心非常的阴暗 城府极深 但是又特别的善于伪装 表面上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但习惯于在背后 算计他人 而且这种人自私心极重 眼里只有金钱和利益 甚至为了利益 可以做出一些 出卖朋友或亲人的事情 对自己非常的大方 对他人却是一毛不拔 牙齿细密而小 牙齿为肾的花朵 代表着一个人的肾气 是否充足 健康状况如何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脾性 如果一个人的牙齿 长得小而细密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谨慎 做任何事都非常小心翼 脑子里考虑的东西特别多 喜欢攒钱 花钱方面非常的空门 手材能力非常强 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要牵扯到金钱 就会躲得远远的 锥子脸 锥子脸的重要特征便是 整个脸型上宽下窄 额头长得较为宽平 但是下巴长得较为尖窄 使得整个脸型看上去 就像一个倒三角形一般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蓄材能力 和责任担当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自我 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懂得为他人考虑 想法非常的多 而且不切实际 但是行动能力比较差 在人处事方面 非常的刻薄和挑剔 做事没有掌性 但是贪心却很重 不知道满足 特别的惹人反感 大家在社交时 可以参考以上内容选择性交朋友 但项目独论 想要更好支持时人 建议结合一个人的日常行为表现 以及其他命理特征综合分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 是吉祥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